這兩張是舊座 就是以前老師上課的碎片功課 今天再把它拉起來 那上面四張是花最近畫的 可是每到清明節我都會買一些花祭拜祖先 我會先把它擦一下然後畫一畫 畫完以後會覺得這個心情會很愉快 尤其看到那個花整個開著好像爆漿那種感覺 覺得其實那種也是很幸福那種感覺 那種花開著這樣有辦法讓花滿開 會覺得自己也有一股很快樂很滿足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就是我的簡單的話說 那你今天所配的歌曲是什麼 為了這個展 我沒有準備歌曲啦 不過我今天我是想講一段那個 關於何大哥的那個感想 因為我有幸跟徐梅子他們夫妻倆 共同上了一堂一期的那個健康銀行的課 所以我認識何大哥 那他是一位話不多 但是很溫文如雅的長者 他雖然在我們班上 年歲也是比較長的 但是他身體精神各方面都很硬大 我們在上那個婚服課程還是討論的課程 他也是都是報告的 簡潔餓藥 那條理分明 比我們這種六十幾歲的 還有青春活力 所以我覺得 以前我們都叫他何爸爸 那我就覺得他其實也 也不是說 比我們都長得很 所以我都叫他何大哥 私底下我都叫他何大哥 那我是記得我們有一堂課是 上那個老人的心願 那老師講了一句話 他說 人要活得老 死得快 這樣子 老師強調了好幾次 那我其實我自己也是 深深的記得這一句話 那我想何大哥就是這樣子 去印證這一句話去 雖然他走得非常突然 那我們其實也是有點不死 那我是覺得說 其實這樣子也是一種人生的圓滿 也是福慧雙修的圓滿 那看到梅子最近的一些圖畫 那我是覺得他的那個 有點疑惑又有一點 好像先生也忽然間這樣走得 讓他心情也是很 我感覺得出來 看了他那些話 其實我也覺得蠻心疼的 那我是由衷的祝福梅子 健康平安快樂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